梁國雄議員,先生 我不是議員,我是被別人議員了的議員 第一,我覺得大家被政府騙了 他說三、七比的房屋,七成是公屋,三成是私人自宅 問題是你填了土地,用多少面積去建公屋和私樓 如果你用七成填到的面積去建公屋的話 自然有很多公屋,你不是 你建七成的公屋是用三成的土地或兩成的土地去建 你那些住宅和豪宅是低密度的,這是第一個騙大家 第二個,我聽到很多人在支持政府 他們似乎不知道大灣區是2017年在人大提起的 根本沒有這件事的 我們2011年就說要做這件事了 主席,其實很簡單 現在香港發生了什麼事呢? 就是尋租活動,現在也不是尋租 連尋租都給你們,你看到的 建這麼多東西,商業、酒店 那些是有的,那些土地有多少 不知道,就說會帶來收益 你賣土地那時候那些如果是商場,是酒店地 梁振英、發學夢都說 甲嶼級寫字樓,大型商場,酒店,否則香港陸沉 他們正在建那些東西,為什麼要靠近中環呢? 是不是? 好了,這一塊就是給大陸的財團 怎樣呢?第一個,建的時候發財 新的土地,香港的地產商沒有 他又可以進去,伸手進去 而且可以用這個政府的公權力 去做 第二個,新界東北 和這個私人公司合營 就滿足香港的地產商 不斷設定好了 不是,香港怎會這麼愚蠢 建這麼多大興土木呢? 因為短期內要分錢的時候 那個pool這麼大是這麼多 有些人沒有水桶 有九個人就弄那個水桶去拔了錢 我們香港人被人逃空 一萬億 我當日,你說我是議員 我當日做議員的時候 叫政府搞這個全民體育保障 開動費是多少錢? 三千億而已 長治九安 你拿一萬億 是不是? 全局在那裏填了一個海章 建那些鐵路、公路 去駁去中環 你去值錢 那邊東北就貼深圳 然後再去這個新界西 你有沒有反過? 龍古坦 好,麻煩停止發言 那一言幾句 我得,我是譚主席 好